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很多我们中方的嘉宾 我们用中文来跟大家沟通这个小组的话题 我们现在首先请几位嘉宾 先作为自我介绍 他们所在的公司以及他们所负责的领域 后面我们再终于展开相关的行专论 二伯你好 我是宋飞 来自于中信银行 我贝斯在上海 然后我负责这块主要就是全球的投资 其实主要就是负责两块东西 第一块东西就是如何帮中国的投资者 然后在全球的范围之内做一些负责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如何帮海外的投资者 尤其对那些中国市场 特别感兴趣的海外投资者 如何更好地参与到国嫩的一些金融市场的投资来 比如中国的债券呀 股票的市场为个投资 所以我主要做这个事情 目前中信银行的负款规模是差不多的一万亿左右 感谢主持人 我们那个国投信达集团主要做的是具体一个主营业务 我们是做征信业务 征信业务 主要是依托于地方政府做基础建设 还有民生工程 包括一些这个现在一些产生融合呀 包括文娱项目呀 还有这个乡村振兴啊 我们都在做 因为我们是国自背景的企业 我们自己定位的 包括我们的未来的发展方向 是国际振兴金融深化服务专家 我们是深耕于这一个业务 但是我们的服务对象是全国的2830多个地市线 我们是做项目端和实操端的 今天大家另类投资 主要是从金融端来讨论 希望我们从我们的项目端 一会给大家分享我们的实操 谢谢 这个实习投资 市场投资是专注于投资A股市场 也就是现在全世界最不受欢迎的市场的私募基金管理 我们公司成立于2007年在上海 基金为主我们最长的业绩是超过了11年 现在接受香港跟上海两地的监管 我们利用一个之下而上的基本为研究去投资 高质量的上市公司 从而为投资者获取稳定的长期稳定的回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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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的这些都开始开放之后的话 整个这个机会都开始显现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预期这段时间 这个空间会非常的大 并且也不瞒大家 其实我们这次来 我们中银行在午饭的时候 还得和另外一家外资在聊 我们在聊将来合作成立一个子龙丝的可能性 就是大家已经开始正式的把这个事情谈 就是已经提高到我们日常的这个日常上来了 所以我觉得会发生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变化 我就先交流一动 好 谢谢先生 郭总 从投资者这个方面的角度考虑 我们是之前做地方政府的一些基建 之前是BTBUT 主要的一些资金是一些银行金融机构 从商行 但是随着我们做征计金融发展业务以来 我们自己也有一些金融牌照 也发了一些金融产品 并且我们的客户和投资者 也逐步的多年的增加 从去年到今年的数据 可以说将近翻一倍 至少翻一到三倍 就是我们的一些客户的投资者 不光仅限于金融机构和银行 我们还来自于我们的一个实时代的民间资本 同时我们这些投资者 包括之前咱们做基建 参与我们大众的参与度只是使用者付费 比如我一个小高速度收费站 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取消了 我们是通过收费的模式 咱们感受到我们参与的基建 可能以后参与地方政府项目 比如会有一些我们正信类 一系列的延伸的一些金融产品 正信类的 然后现在网已经有了一些部分 大家可以到网上可以搜到 我们的财务段叫郭头金服 这一块是我们这个 真对投资者这一块开发的一些金融产品 在市场就是我们之前也做固定的一些固定收入类的做给投资者做配置 但是可能以后会希望引进国外的这种金融机构和管理者 我们能更好地交流一起来服务于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 谢谢 这个问题我问得非常大 我请来看我们的这个理解 因为我们是股票专家 A股 不是股票 就是传A股 那这样的话 我从两个方面来看 国内的话 我一向认为是一个信心的问题 因为你看现在宏观 不管是宏观后策略 他首先讲的是邀行 邀行怎么样 放谁放的怎么样 印钞的行动是怎么样 但其实你看历史上所有的牛市 不是所有的牛市 都是跟降息有关的 比如说07年而已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们现在股市的这个市值 包括流通市值 我觉得有美元 因为这里有很多外资 我们的股市的流通市值才三万多亿美元 跟我们的个人储蓄 不是一个级别的概念 大家都知道我们 这个普通家庭对股市的参与率 是非常低的 我们虽然有一亿多股民 我们14亿人口 你现在到大街上去找找看 说你有投过股票 十个人里面 只有一个人投过股票 而且那些没有投过股票的人 可能说我永远不会投股票 因为我听说市场很多 这个恐怖的故事等等 但是就是回到我这个信心的问题 我们不缺钱 而是缺这个信心 如果把这个假定为一个数学公式的话 前面这个公式是我们的这个可入式的钱 乘一个信心的一个乘数 这个乘数的变量是非常大 这个sensitivity是非常高的 这是国内的情况 所以我们需要这个信心往上提债 信心这个跟政策跟市场 跟这个产品都会有关系 我觉得这个都已经到位了 只是说人的心态需要有一个极大的转变 所以这个转变点在哪里我不知道 那海外前两位都提到了 现在可能海外对这个中国市场 会不会A股贯注的比较多 很简单 他们的配置非常低 我们不需要外资 今天出乱看好中国的投资 大部分外资对A股是零配置 他不需要看好中国 他只要跟着指数配就有钱回进来 我们自己测试过 如果随着A股指数 那有MSCI加富士的话 未来就有4万亿能力比较进来 那只是标配 标配的情况下 不需要看好 就跟着指数配就有4万亿能力比较进来 这是我观察到的一些现象 谢谢 谢谢 从我们全球 作为一个全球资产管理员的角度呢 我觉得现在有两个突出的问题 就是在我们每个投资者 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都面对的 第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 基础收益率偏低 因为我们很多国家的国债收益率 10年收益率都是负的 亚洲 日本也是 那么美国呢也只是10年 也只是2 中国的现在是3点多 但是也是历史上比较低的时期 但是另一方面的生活成本的上涨呢 却好像反映出物价并不是那么低 没有像大家所感受到的那么低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投资者 全球投资者都面临的一个共同的挑战 因为你如果国债收益率很低的话 如果你加上信用加差 加上流动性加差 加上这个期限加差 或者说波动率加差的话 那所有的资产好像它的物质 就是都很贵 就买起来好像都不是很舒服 所以所谓的 nothing is cheap 这是第一个所面临的问题 所以投资者呢都在寻找一些 什么产品可以高一点的收益 这样的一个一个挑战 第二个呢就是 全球面临的不确定性特别多 而且很多不确定性呢 是原来没有出现过的 举个例子 很多国家都在面临的结构性的转型 比如是像中国 比如像欧洲 像中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要改变 然后欧洲的靠这个高债务高福利的这个结构要转变 那美国呢 由过去过度的消费信贷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也要转变 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呢 就是伴随着很多政治的不确定性 那么加上全国的全球的这个一些贸易战 或者一些新技术的东西 使得我们这些manager对很多风险呢 都不太容易去pricing他的spread应该是多少 应该多大的spread可以compensate我这个要承担的risk 这个是两个突出面临的问题 谢谢 那之前包括顾总也提到了就是新这个最新的对外开放 就是包括这边也面临很多的合作机会 或者说往下一步去探讨可能更好的推动这个创商的合作 那最近的新闻呢也是国务院出台的就博实一条 那包括前一段时间的这个多家的金融论坛 和这个领会长总理说的这个对外就是 外资拿这个公务金的牌照提前一年 所以在这个大的开放背景下呢 其实我也想请各位嘉宾来探讨一下 那么中国这个资产管理市场在对外开放的背景下 究竟有哪些机遇和风险 而机遇和这个挑战 那我们来方便广大的外资来进一步的参与和考量 谢谢 那我就先说一下这个机遇吧 我觉得首先中国这个市场这个机遇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中国市场真的是太大了 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大家了解 我平常的日常工作其实适合很多这些外资资本质 都在打交道 他们在中国的业务占他们总共的业务的 占比是非常非常低的 但是呢这个如果这个中国市场慢慢开的话 他这个如果就是这个 他引爆更多中国这些业务的话 他的那些贡献将会已经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高 就是他不需要说和国内的一些大的金融公司 平常比他那个业务量可以占到多少 但是仅仅是那一块就是已经 对他的整个的这个total的那个贡献就已经非常大了 我觉得这个非常大 第二的话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他 这个另外一个好多就是目前在中国的这个 这个因为投资者慢慢对海上都比较感兴趣 就是他在做中国市场投资的或者开拓中国市场的同时 他其实可以带着中资的一些机构 去一起来开拓很多全球的一些市场的这样一个东西 对吧就是说你比如说现在的乌飞啊 还有很多各种开放的这些公墓私墓的牌照 都是让你在国内开展国内业务嘛对吧 但其实我们通过日常和外资业合作建立了相互的 所以现在之后更多的时候我其实挺想让你们带着我们一起去到海外去做更多的业务 那我们有什么优势啊 我们就是因为就是像银行银行的这个渠道在银行这边嘛 所以我们背后有很多的投资者 所以这块通过我们这个合作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合作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机遇 我回国也是五年了 其实这五年外见证了整个中国的这个开放的这个加速和整 和中国跨境之外也有这个发展量又迅速 我相信在接下来的这几年将会非常发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这是机遇方面 然后关于挑战这块的话我讲的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整个的这些culture conflict 这块还是挺严重的我觉得 就是很多时候其实中国的投资者对外资可能了解的 我觉得个人感觉还可以 但是其实外资的资管机构对中国的市场 或者对中国的政策 包括对中国的投资者的了解 其实还需要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 而这个东西只有相互了解了之后 我才能建立起一个相互的一个信任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这个挑战非常大 就这块好像目前 因为这个东西对人的挑战是 外资机构一定要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人 他能够帮你沟通好中资的需求和中资的一些习惯 然后同时的话 并且这个人还得是可以 必须地获得外资公司的 他们总部的那样的一个信任 这个的话就特别难我觉得 这是一个挑战 第二个挑战就是 目前其实整个的外部的环境 其实不是特别的好 像中美贸易战 其实已经影响到了整个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进程 对吧 其实比如说现在我们可能在考虑 和这个外资资本的一些合作的时候 我可能会 如果是对方是个美国公司的话 我们就会考虑 然后后续在合作的过程中 会不会遇到一些来自外户的一些阻力 对吧 这个东西就无形中已经会影响到这个事情了 我就简单谈这两个挑战 谢谢 我从那个地方政府这个实操方面给大家分享一下 比如一些地方 现在国师已经出来了 到地方政府也是 他也比较喜欢一些外资 他们每年会有一些定格的一些项目 照商引资 他们也会分类 照商引资 除了国内的一些信息的照商 产业的照商 同时最主要的还有一些外资 每个地方都有这个指标 同时每个包括沈阳落的是奔驰 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产业 都在中国各个四面八方的各个地势 如果是这对这个地方政府 他首先是欢迎的 这是个机遇 同时地方政府 今年也出来一个地方政府投资条例 这个不光对于我们国内的投资者 做地方政府的项目为好 同时也为咱们这个外资 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法律保障 之前我们做地方政府 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只是根据每个地方政府的一些法律 规定的哪些产业可做 哪些项目可以做 同时国家层面成立 出台了这个政府投资条例 针对这一方面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和法律保障这一块 同时针对地方的一些挑战 我觉得还像这个孙总讲的一样 到地方政府这一块 它会有一些产业 包括也会有些顾虑 针对外资进来 它会有个别的这个金融机构 因为政府是首要欢迎的 最关键的资金 资金这一块的话 一个是成本 还有一个是我接触的一些地方的成头 他们发了美元债 这个是一个是第四级 它将你发了 首先它是2A 它平均比较好 它发了3亿美元 今年是刚批的 是在香港发的 你看到国外的话很难 但是说国外投资者 如果是针对对中国地方 基建或者地方政府的项目感兴趣的话 它可以在国外进行投资一块地方债 美元债也是 希望这个 咱们有机会再和这个Webz 咱们多多交流 好 谢谢 谢谢 老总 你可能感受给沈云姐 我们当然也是这个行业的参与者 我认为这些优秀的海外同行进入中国 都是我们的学习对象 可以参考一下这些 因为外资进入这个行业不是第一次 可以参考一下一些合资企业的情况 我们看一下 其实这些外资的合资 当然它不是大股东 还都算蛮成功的 都赚的勃满勃满 但是外资都没有供股权 也就是说 没有照外资的方法再做 照样能成功 非常成功 所以就像前面宋总讲的 我觉得还是要接地气地来做很多事情 就像我今天在想这个 有什么可比的事情 我现在想我以前小时候这个 麦道朗可登机 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 确实对这个行业 会产生很大冲击 但现在麦道朗都被中置收购了 肯德基也在卖大股牛条了 那以后我相信 资房还有也是相对相相 相类似的一个情况 越来越接地气 就是海 哪怕你是海外的 这个公司也要 也要不断地 按照中国的这个特色来发展 谢谢 孙总 咱们公司也在期间参与中国的市场 一对一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对对 我觉得目前那个国际的资产管理人 都在大规模的开始 增加中国的这个资源的这些配置 包括在上海设计 或者准备设下其它类型的这种 我觉得基本变长期的中国向好的 也是对国际投资者一个最大的机会 就是说中国金融市场的长期的系统性回报 还会保持普遍的高于西方或者发达国家市场 甚至于很多海外市场 因为做投资实际上最根本的是发现高的系统性回报 为什么中国还有这种长期的系统性的回报来吸引外资呢 实际上也很简单 比如说第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GDP的增长 还会长期的远远高于全球的增长水平 那么即便是6的话 即便是5点几的话 那全球是2或3的平均水平 所以这种东西也会长期持续下去 如果一个经济增长速度高的一个经济体 它的资本的投入的回报一定是高于其他 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 那第二个呢 中国市场资本市场还存在着资本的稀缺性 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这个金融市场的体调 但是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 甚至于相对于我们周边其他的一些小的经济体 比如说韩国日本 甚至于是台湾市场 我们跟他相对比 我们还是多劳动力而缺资本 所以资本的稀缺性也会长期存在 这就使得我们在国内的我们的资本的利率 实际的利率会长期高于很多国家 或者很多这个市场 这也是现实的情况 对吧 比如说现在私人企业或者民企业要融资 那利率是多少啊 我们知道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这也都是系统的回报的一个差异 第三个呢 我觉得中国的这个资本市场呢 有明显的所谓的inefficiency 就是非有效性 在非有效性存在 长期存在的情况下呢 比如像王奇总这种 你们这些专业的资产管理人呢 就是很容易去获得一些 R作为超级回报 所以这三点加起来 都会使得中国资本市场的 长期的系统性回报 要远远的高于其他地区 我们简单的看 现在韩国跟香港的市场的 政府债收入率十年的是 1.4到1.6左右 1.5这样的水平 台湾呢连一都不到 那作为台湾的保险投资者 或者是退休经验的投资者 他就可以大胆的投资中国市场 为什么 因为他投资中国的国债 可以拿到3.4 3.5的这个收入率 而两个地区两个市场的这个通货膨胀 实际上是完全的一级归领 我不相信说台湾的通货膨胀 高到1很大水平 而大陆的商品运不到台湾去 我还看不到这样的情况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系统回报是最重要的 这是长期会存在的一个利好 那么一个技术性短期的回报 就是MICI和 Global Aggregate 加上中国这个指数 这个指数如果完全加上以后 这个 Global Aggregate Fixed Income Index 差不多 中国的债券占11%到12%左右 Emerging Market 如果你们懂的话 这个MICI Emerging Market Index 最大的时间公司里面 现在有7间是中国的 当然这7间是有6间是大陆的 有一间是台积电是台湾的 那我们都说是中国企业的话 那这个对外资将来来中国的话 你肯定是要做一个在上海 来做一个投资的安排 你不可能永远是在新加坡跟香港 来去看在上海上市的企业 这个也是一个很短期的技术性 刚才王岐龙也说了 这个加入指数以后这个量 所以这两方面 我觉得是现在可以让大家很很兴奋的 大家看到了这个 这个外资对于中国的这个热土的这个戏剧啊 那我们换个角度来看 其实我们在全球其他地方 包括美国和欧洲 也举办过类似的中国资产管理论坛 除了邀请外资的去探讨一些投资机会 也邀请到了中国的大型的公共基金 去探讨他们对于全球市场的看法 所以既然我们是在中国 那我们也有很多中国的本核优秀管理人 包括像王岐龙这样所在的市场 这样的优秀的管理人 那大家我们可以看看 包括宋总可以从您的角度 还有其他嘉宾来看看 就是说怎么去更好的去支持中资管理人 走出海外 那么跟海外的投资机会一起合作 包括跟海外养老金 还有其他一些机会一起合作 大家从这角度来去分享一下 各自的观点 行 我可能这方面的还是有一些性责 因为我们其实银行做这种海外的投资 其实也就是在四五年之前的时候才刚刚开始 现在对吧 其实我正好是那时候回来的 所以我应该是走过了整个过程 所以对于如何中资银行如何走出去 其实还是一个挺困难的一个事情 困难在好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其实我们必须坦率地讲 目前国难的绝大部分的这些机构投资者的这个专业性 和他对市场的这个熟悉度 如果你到海外市场去 你可能暂时还没有办法去和外资通华去对比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整个的中国比如说到海外去投资 当然现在整个政策都是开放的 但是毕竟还不是一个自由流动的这样一个市场 对吧 我需要用到QD 我需要用到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我用原理性化镜 对吧 它也是有各种各样的限制 这块就限制到整个的这个规模 还是相对比较往 就是再往上走 其实是挺难走的 对吧 有这两个的一个限制 所以我们最近 我说每年的这个增速其实非常快 但是最后的规模就是每单行 我觉得比如说像中心银行我们现在也就才两三百亿人民币 对吧 占我们的总共的这个规模也才百分之 就是够一数嘛 百分之二百分之几 对吧 所以整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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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赞比还是相对困难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那如何更方便去走出去呢 其实我们一直在考虑这个事情 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我上家是在交通银行 就交通银行资本 我们当时在考虑的是 我能不能到海外去 找一家海外的一些资本公司 我跟他合作 对吧 我试试可以把这些资本公司买下来 或者是 对吧 我占了一部分股份 然后一起来合作这个市场 但是没有付出行动 那现在因为这个国事一条一出来之后 所以我们就换了一个思路 我们就在想 我能不能在国论和万资一起合作成一个公司 那其实我和你成立之后 其实我 你在国论的那一部分 可能更多是靠我的这个渠道资源 和对国论市场的熟悉 但是我到海外市场 我去开拓的时候 我可以靠你的 就是你的母公司那块 就可以帮我很多了 所以我们现在一直是想在这一块做进一步的一个探索 但是 所以说 然后当然也 也不仅仅是各种各样困难 其实目前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目前 其实现在 国论的这些资本机构的这些人才 这个投资人才 就是现在海外回来的人越来越多 这整个这个投资能力 我觉得这几年还是得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提高 所以后续如果我们在一直保持中国这个开放的一个态势 中国的机构也一直趁着这个态势慢慢和更多的机构交流合作的话 我相信这个应该不会特别远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和海外的合作 现在非常有多 谢谢先生 来 郭总 针对这方面 我们那个国度信仰也开始布局海外 我们首先是依这个香港的一个跳板成立了 我们正信开发集团 我们在香港成立的 想和香港的一些这个私传证券 包括它的证券所合作 来发一些这个美元债 通过发地方政府这个美元债的方式来进行 开拓国外的这种资金破款渠道 降低这个地方政府的资金成本 其实不忘在美这个民企还有这个国企 同时地方政府这个资金成本压力大 压力特别大 同时我们今年上半年 洽谈了一个这个韩国的一个项目 是针对韩国的这个 他们之前做过冬奥会的一个场馆 一个运营 但是我们想用的资金是韩国的国民基金 它的国民基金就类似咱们的全国的社保资金 它那个资金成本也 资金说一下是量很大 成本也很低 我们也在探讨我们跟它合作 成立一个类似于资管运营也好 投资这个基金也好 来进行 进行把中国的这种经验 或者是把韩国的这种冬奥会的经验 大家共同来开发 把中国的这个消费者引进去体验 不光体验我们的冬奥会 把韩国的这个 它有一个场馆再次的能激发起来 我们已经派考达它 去他们的考达对方也来过 我们也签了一个框架协议 但是我们具体的这个操纵协议还需要一些磨合 还有些探讨 希望我们这个国土信仰企团布局 全球这个增进进入这一块 不光是服务于国内 然后以图于一带一路 到这个中亚西亚 包括一些非洲 希望我们能有更多的开拓的空间和机会 谢谢 谢谢 王总 你可能感觉变成贤 前面这种讲的也正是我们一个发展目标 就是怎么把我们的投资在A股市场 本土的这个投资能力跟外资去对接 当然国内现在有很多成功的先例 包括今天讲话的有一些同行 他们也成功做到外资的生意 然后也做了很多年的 但这个市场非常大 我前面讲过了 这外资未来将有4万亿人民币的资金会进来 哪怕30%是被动的 还有接近3万亿是主动管理 这个3万亿的量 不是一两家公司就能搞不定 所以我看到这个市场的潜力 我们也在探索 怎么去更多的 更好的跟外资去对接 有一个趋势我是观察到 所以现在国际的这个资管 有一种去人性化的趋势 它最好希望你每一样东西都是系统 系统系统系统 不管是交易研究还是风险管理 人为因素越少越好 最好这个东西按一个按钮 自动能够生成 这是好也是不好的一个现象 我相信这个运行方式在成熟市场或许是可能的 在中国市场是万万不可能的 我们的风险太多了 包括政治风险 市场的风险 人为的各种各样的风险 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哪里怎么去结合这一方面 外资不是说没有道理 系统是要上的 我们要增加自己的系统 储备人才跟这个方法论 那最后怎么去应付这个A股的 签电万化的市场 不是一个电脑系统能够解决的问题 谢谢王总 那孙总 咱们这个作为纳格维茨集团 在全球也是经历了很多轮的扩张 和到不同区域 您可能有更多的经验 可以给我们中国的同行来做一个参考 好吗 关于中资机构出海这个问题呢 从我们现在这个角度看 我们觉得暂时不会和全球的资产管理人 在海外投资方面进行很大的一个竞争 最主要的是我们现在遇到的中资管理人 举个例子 如果是一个韩国的投资者 要投资A股的时候 他到底是找加持博士华夏 南方 还是找这个BlackRock Fidelity Francain 等等是这么一个竞争关系 那我觉得呢 在这方面呢 本土的就是本地的Manager 有很强的一个强势 有很好的资源 我自己觉得我不认为外资在这个方面 会有很大的优势 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 不代表我们公司的看法 这是这个 那么在我们公司 目前到中国来的 基本上所有的外资呢 都比成了一个目标 就是在中国将来要做百分之百的 拥有的可以发公务基金的这些资产管理公司 那么现在的不同的路径呢 根据中国监管的这些变化 市场的不断开放 可能有不同的路径 第一个路径呢 是把原来的合资 从百分之五十一提到百分之百 然后可以发公募 第二个路径呢 可以说先成立一个私募 然后可以发私募产品 然后变成一个PFI 开幕WUFI以后呢 慢慢去申请一个公务牌照 是第二个 那么最近呢 还有在中国政府呢 又公布了说 可以在2020年就可以实现一个全资的外资的 这个公务的资产管理公司 我们叫FMC 可以直接注册 直接去管这个这个国内的这个公务基金 所以我们呢 也在评估各种机会的可能性 也跟监管保持一个密切的沟通 看看哪一种情况 可以最有效的建立起来这么一个机构 来达到这个 就是一个最后的一个合理的一个布局 好 谢谢孙总 那大家对于这个不同的这个领域的这个机会 和可能什么样的路径都做了很多的分享 那我们再来再进入这个尾声的环节 那我们请在座的每位嘉宾 用三句话 对大家的今天想说的话做个组结 分享给我们在座的外宾和中国同行 好吧 就是你想说任何话题都可以 好 第一句话我觉得还是 中国需要世界 世界一定要需要中国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就是 中国的市场真的是很大 很值得在座的各位去好好的去挖掘去探索 对吧 第三句话 就是我们中心也好 谢谢 非常值得 谢谢 谢谢 我们这个 用我们的 我们集团的理念来说 我们叫正信为北 服务民生 同时我们现在韩州的考 还有与国共铭 不光是与国共铭 我认为是 以后我们希望与全球共铭 这是人命运国同体 大家共同来发展 这是第一句 第二句呢我想简单 先来介绍一下 刚才我们有两个智库研究院 就是和中央财经大局成立了正信研究院 所以说这也是我们主办方之一 第二个研究院是我们和中国政法大学成立了正信研究院 这个为什么成立两个智库呢 主要是针对于我们国内的一些财政 第二个呢是针对我们的合理合法 我们的法律保障 所以我们成立两个研究院 针对我们服务于我们的合作伙伴 和包括服务于我们的地方政府做保障 还有一个我们今天聊在AI大说句 我们还有一个云平台 征信云 这个方案是我从去年写给我们董事会的 今年也获批了 就是由我在主刷负责的一个征信云 就是依托服务于地方政府 和中国的一些企业 不光我们做地方政府项目 有些是我们做完的 项目提案也很大 同时我们做了一个云平台 给大家做分享 我们把地方政府的一些 账上以资的项目 包括一些产业 通过我们云平台的数据 给大家做一个匹配 通过我们 不光我们做这个项目 同时也为地方政府 去招更多的企业 服务于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 第三句就是我们上次参加了一个 这个那也是这个 讲了一个全球化的话题 我觉得讲的特别好 我们国内的企业一向走出去 有需要培育 这个不光是针对外资金来 我们认为全球化它是一个培育 大家就是共同想这个红利 和一个共享机制的问题 包括我们现在喊出口号 是共创中间共享共赢 第三句谢谢 谢谢 黄总 大家在参导 我还是要讲一股博计划 就是这个 我今天讲了很多次了 大家都听了一眼 这股博计划 未来三到五年 将会有四万亿人民币的资金落实 这不仅是一个资金的问题 是一个投资者结构的根本转变 这个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冲击 不亚于当初我们进入WTO 对实体经济的这个影响 所以大家要千万注意 这是一个机遇 也是一个挑战 同时 这对全球资产管理行业 也是一个挑战 谢谢 谢谢 我想说的就是 中国资本市场的吸引力 就是从基本面上的 这个长期的系统 跟高贵报会长期的存在 第二句话就是 无论是中资还是外资 在未来的市场 不断的开放的过程中 都有很好的 一个发展的一个机遇 这是要积极把握 这个 第三点的话呢 我认为 一个法制化的 自由的 一个金融制度 是中国改革开放 金融市场进一步 改革开放的一个正确的方向 这是我 非常精彩 我也有三句话 或者三个词送给 作为我跟各位嘉宾互动的 这么一个总结 分享给在座周围 第一个就是开放 大家今天谈了很多主题 就是中国对外开放和双向的互动 是一个强势的主题 第二个是合作 无论是外资走进来 和中资走进来 都需要各方的合作 和大家的支持 第三点就是共赢 大家为了寻求一个共同的目标 取得双赢或多赢的结果呢 是我们在座 包括在这个会议上面想 跟大家传到的一个信息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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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